另外近期大家可以见到林郑无故很喜欢封区, 但封区后只有无确诊或者只有单确诊, 我想大家见到这件事, 如果一直有看我本人的频道, 或者有跟开现在这个频道的话, 都应该知道政府防疫条例, 防疫措施从来不是为了防疫, 之前都有提过一下, 都是拿大家的DNA, 另外如果在某些区份之前有多抗争活动的话, 可能上门或者有什么拘捕行动, 或者有什么踩线的行动, 这些相信都应该有的, 不是为何尤麻地封那么多次呢, 尤麻地、佐敦这些会封那么多次, 或者封得那么密,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, 大家是需要拿出自己的独立思维, 去思考一下究竟这个疫症, 是什么疫症先, 第二就是政府是用它来, 是为了帮你, 还是害你呢, 还是玩你呢,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, 如果大家有经历过八九六四, 或者知道发生什么事, 当年学生的标语, 很多都是写着不自由无灵死, 当中说的自由当然是言量自由, 或者结社自由, 或者各样的自由, 我们香港人在这个港共底下, 已经丧失了很多, 不同方面的自由, 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捍卫自由这件事, 而不是去, 自愿去献出自由, 而换取任何的便利, 或者任何的安全, 因为当你付出过一次, 政权知道你会为了某些原因, 而牺牲你自由的话, 它就会得寸进尺, 就好像当年张柏伦, 英国当年首相张柏伦, 他同德希特拉签和约各样, 他就会得寸进尺, 当时不知签了, 不可以再入侵波兰, 好像是波兰, 然后随即第二天, 都会马上又打波兰, 那你用这些妥协换来, 一时的自由, 一时的安全, 一时的安逸, 就注定你以后, 自由又无, 安逸又无, 甚麽都无, 都会输了, 所以那些会上网督人灰, 不戴口罩, 其实这个都是, 很多时那些人都会落了个盲点, 就是你不戴口罩就是蓝丝, 看这个频道, 大家支持特朗普, 特朗普都不戴口罩, 特朗普都是入医院才戴口罩, 平时他都不戴口罩, 他没废好, 第一天在白宫立即随口罩, 在大众面前, 大家支持特朗普, 知不知特朗普有什麽思维, 或者共和党, 或者右派的人, 就是什麽思维呢, 右派的人就是, 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, 这才是个重点, 我想大家要明白就是, 如果你觉得不戴口罩就是自私的话,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, 就是你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病的, 要不然你不会觉得该人不戴口罩是自私的, 而你憑什麽觉得该人有病呢, 就好像我们香港或者美国行普通法, 是什麽无罪推定的嘛, 你不能够因为那个人,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犯罪, 就判定他有罪先, 然后去, 去, 去,去,去, 去,去,去, 或者要等那个人, 你证明自己无罪啦, 那这个逻辑是, 不是应该在, 就是美国也好, 香港也好, 可以实行的嘛, 那大家如果纯上民主自由的话, 那, 为什麽不, 就是这些思维, 为什麽会是, 那麽落后跟中共一样呢, 那什麽叫无罪推定呢, 那, 人都是, 就是这样讲的, 我这麽简单举个例, 大家可能会明白, 如果有些人听完之后, 都仍然很不同意, 说, 那你无病, 有病也好, 那你戴口罩都是保护大家, 那你是不是ok先, 那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行为是可行先, 那你就是说, 那你要强制每一个人一定要戴口罩, 不戴灰,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, 这件事, 因为你假设了那个人就是有病, 你假设那个人就是会传染你, 而这一样是自由来的, 而大家也都可以知道, 喂, 那你自私的影响到人健康, 其实大家上网有看多些不同的, 一些关于口罩的论文, 或者口罩的医学报告, 大家可以见到, 如果健康的人戴口罩是有害的, 因为是影响呼吸, 口罩被的纤维可能会吸入肺道, 是会引致很多不同的后遗症, 那又代表些什麽呢, 那你戴完口罩, 你长期戴个人不健康, 你也会看医生, 医生亦都会医疗系统, 也都会长期来讲都会严重了, 甚至如果小朋友戴可能影响呼吸道的发展, 那这些风险大家有没有想过呢, 还是很简单, 不戴口罩就是蓝丝, 那是否这样的思维就完呢, 如果大家认同是不自由无人死, 戴不戴口罩就是人身自由, 你说那个人确诊了, 他不戴你都还可以说他, 但那个人在街上没有病征, 这件事是很错的, 因为他没有病征, 他怎能传染你呢, 如果那个人在街上都不会抹大喉咙说话, 他怎能传染你呢, 这是个问题, 如果病是这样, 重要的, 如果大家仍然觉得不戴口罩就是自私的, 大家看下这个病的死亡率啊, 传染率啊, 各样呢, 都是比起很多不同的疾病都是低很多的, 尤其是死亡数字在香港来讲是偏低, 低得十分过分, 是否又要因为这些死亡数字, 令到大家这样惊吓呢,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数字都很严重, 很害怕, 是否即使武漢肺炎消失了, 不过有流行性感冒啊, 有些冬季流感, 那是否仍然都要戴口罩呢, 我想大家是要想下中间的各样的惯系, 而不要很议员对立好单方面, 很一厢情愿地思考, 否则你就会跌入政权的陷阱, 然后每个人从此就要带着手购出街啦, 否则你会打人啦, 你要带着脚疗出街啦, 我怎知你会不会爆价, 每个人就生活在一个减奴底下, 这个是个极权去奴化人民的动作, 如果你是周围去刀人灰, 他六点后做生意, 他不戴口罩等等这些刀灰的行为, 最终你会变成个极权的帮兇, 当然个兇手不是你, 但你会成为帮兇, 另外刚刚也提到, 港共就会要拿大家的DNA, 做这些变相全民检测, 拘留风, 很明显要拿大家的DNA, DNA有什么用呢? 即将来有什么, 例如, 你有在抗争现场留下DNA的, 可能你是没有做到检测的, 但你爸有, 还有她对方说, 这个DNA, 跟这个男人的DNA很接近了, 他就知道, 一定是他宿伯兄弟, 他还有他哥哥弟弟弟弟弟兄弟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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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弟的? 这件事是很恐怖的,当然加上强制气功捐阵, 这些事情不同的发生会很令到DNA的私隐都是私隐, 你不去理解这是你的私隐,而你今心献上你的DNA, 我觉得大家要正视一下这件事, 当然如果有些已经很不幸,在强制检疫疫区被人拿了DNA, 就没办法,但仍然未被政府拿到DNA的人, 就尽量去保存,因为即使他日中共倒台也好, 就好像当年纳粹都有在集中营做很多不同实验, 拿很多犹太人来做实验,拿很多医疗报告, 纳粹岛台这些资料会不会消失? 当然不会,就是被美国和苏联瓜分了, 所以这些资料不会消失,被人拿了就拿了, 所以希望大家这些位置要注意一下, 这些位置都相当值得关注。